为了响应灵物局今年度植树月生活的探寻主题 花莲林区管理处3月份办理食物厂捐发票赠苗活动 18号上午在中正路麦当劳洗手花莲捐血站等单位 举行了第12场捐血兑换苗木的活动 期盼吸引更多花莲乡亲来为医院血荒补血 同时打造绿色减碳家园 响应灵物局生活的探寻主题 花莲林区管理处3月份办理食物厂捐发票赠苗活动 18日上午在中正路麦当劳洗手电台 花莲麦当劳及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东区业务主 举办捐血赠苗活动 吸引许多民众排队捐血 我们在今年花莲林区管理处 其实有总共举办了15次15场次的一个赠苗活动 那今天是其中的第12场吧 那其实我们这场是非常具特别意义 我们是跟那个由景广发起 那做一些相关的公益活动 由捐血来赠送这些相关的树苗 那结合我们景广 然后卫福部 我们灵管处 花莲灵管处 还有麦当劳 我们四个一起结合来做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那今天我们送的树苗 大概就是有生产型的也有观赏型的 因为目前来说最夯的就是地球暖化 所以我们需要在2050年确定要净零碳排 所以我们对碳汇这个活动非常重视 所以要大家尽一份精力来为地球 贡献一份心力来进行碳汇 就是植树是最好的一个活动 最后三场证苗 20日在国福大桥北岸堤防内 21日在领馆处大门口 及22日在封滨商工所 分别提供牛张、铁东青、月菊、桂花等苗木 民众可评三张发票对领一株苗木 发票将捐赠华联社府团体 欢迎民众共襄盛举 更多详细资讯可搜寻领馆处脸书粉丝页 记者长邦远华联士报导